前總統蔡英文十五號抵達法國巴黎 在法國友人的陪同夏前往羅浮宮 開心與幕僚們在博物館前留下合影 PO文寫下 今天我將前往羅浮宮 也會與法國的好朋友們見面交流 持續傳遞臺灣對民主自由與人權的信念 深化與法國的夥伴關係 蔡前總統正回出訪 不只走訪歐洲各國 包括捷克比利時 法國等知名景點 還可能前進美國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報導 此刻正訪問歐洲的臺灣前總統蔡英文 將在幾週內訪問美國 還寫到如果蔡英文選在美國十一月五號 投票日前訪美 可能成為政治焦點 共和黨以及民主黨兩黨議員 將爭相與蔡英文互動來凸顯強硬抗中 形象 如果蔡英文在選候到美國總統一月 就職前訪問美國 可能會促使 美國新總統借會晤蔡英文 來強調美國對臺灣的支持 是否出訪美國蔡英文辦公室低調再低調 表示相關未經證實的引述及報導 無法評論 同時重申對於來自各國的邀訪 未來將基於整體規劃安排出訪 並在適當時間對外說明 前總統蔡英文卸任後首度出訪 儘管中國打壓無所不在 也要讓事件看見臺灣的存在 華視新聞另外與張振傑 臺報道 哈囉 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